13岁女孩在校园之中遭到男生的猥亵 报告老师之后 老师不但不管 反而把女生进一步的推向了男生的魔爪 这样魔幻的情节竟然是真的 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 宁德某中学一个13岁女生的家长 最近爆料说 孩子回到家就哭哭啼啼 反复询问之后呢 他们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在校园之中呢 这个女生遭到了男同学的猥亵 没想到校园都已经发生到这个状态了 前些日子我们还说 校园之内的霸凌事件越来越多了 可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怎么连猥亵甚至强奸这样的事都有吗 这个女孩讲 她遭到了男生的猥亵 袭凶之后呢 报告给了老师 结果老师竟然训她 说一个巴掌拍不醒 说你不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而且老师说 这样吧 你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把他们俩领到了备课室 谁能想到那个男生丧心病狂的 把备课室的门锁了 在备课室里由于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进一步进行猥亵 甚至按照女孩家长的描述 男生把女孩的裤子都脱了 这样的情节 简直是人神共愤呢 以前我们讨论校园霸凌的时候 经常说啊 校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是人手不足 毕竟一个老师要管几十个孩子 所以呢 没有意识到有人可能被霸凌 而这次不一样啊 这次人的女生已经向老师求救了 已经表示自己遭遇到了霸凌和猥亵了 结果老师不但不管 还亲手把她推向了魔爪 把她和那个猥亵她的人 关到一个小屋子里面 让那个男生有机会更进一步 这是什么学校啊 这是什么教师啊 尤其是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一些成年人 有一些教师 在批评学生的时候 他不去探究到底整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而是经常愿意说一句话 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什么你被别人打 你要考虑考虑你的原因啊 为什么人家只打你 而不打别人啊 这样简单粗暴武断的结论 说实话真是伤孩子们的心啊 所以我觉得要杜绝校园霸凌 咱们很多老师得先回回炉 好好学习一下了 而作为学生家长 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遭遇到如此的对待 而校方竟然是无动于衷的 甚至推波助澜的 那能忍得了吗 当然很多网友都说 这已经不是未成年人之间的小矛盾了 这是不是已经牵扯到犯罪问题了 当地警方已经火速介入了 而且当地学校也表示说 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到底谁是谁非呢 还要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我觉得如果调查结果出来 事情真相 真的像这位家长投诉的这样 这个老师在学生面对霸凌猥亵的时候 是如此的不动于衷 那么他还配做一个教师吗